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礼拜的下半周很伤脑 我的标题是写 做股票比看指数更轻松 他们很会卖 今年到5月15号外资卖了6175亿 你先把这记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样东西你就知道 我觉得你们不要被现在的有一些困惑 给疑惑 那你看 这样子叫升值 奇怪了 我卖了那么多 卖了那么多 一路卖 那结果台币升值不合理嘛 不合理面这就有线索 因为我实在重要时刻我才来讲指数 像昨天你们看不懂的时候我用哪一档来跟你们结 你们去看VCR 我解的也够清楚了 你看台积电今天有没有涨 指数最难的就是量价关系 还有行进间的换手 那是最难的 但是那也是最伤脑筋的 你们自己看一看 昨天配半这样啊拉上来 纳斯达哥啊这样拉上来 道琼这样啊这样拉上来 这里价差有800点 我才会跟各位讲你们不用晚上去做夜盘 你做完夜盘以后你来做早盘你不见得也会赢 你浪费生命而已 其实昨天的配半纳斯达哥只有完成一件事情 我一语道破 你们就懂了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缺口 他来补缺口而已 你再看一下纳斯达哥 我这样就跟你报告完毕了 这没什么好解的 这里是不是有个缺口 五月五号有个缺口 这在补缺口 就这样子而已 你这样解完 对啊 那台股呢 我台股这样跟你讲 外资要卖就给他卖了 但是我们本土真的是够强 那我不想让各位你太执着在指数 你看你看看今天正盘 先杀下来 哎呦完了 又拉上来 早上呢 涨了123点 呼应到美国大涨 结果又跌了50点 上下170点 你讲啊 礼拜完蛋了 结果还好啊 说白了那时候涨35点 也就是 几乎是 涨幅的 一半的位置 那如果以K线来讲的话 很简单啊 就十字线了 什么叫十字线 多空未明 对不对 我这样讲完你就懂了 你如果纯粹看K线 今天就是 因为礼拜五嘛 有坎坷的心嘛 所以 一个十字线 就这样子而已啊 你说为什么没跟上美股 那没有办法 外资爱卖嘛 那我请问各位 你如果一直执着在指数这边 你看我节目 无效 我可以很自豪的讲 这是我礼拜三跟你讲的 你去看我礼拜三的VCR嘛 我们网站还看得到嘛 我只写两个字叫注意 那昨天大盘是不是叠下来 是啊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的报纸 我礼拜三跟你讲 其实照理说你昨天礼拜四 你有充分的时间 你可以去想 诶 徒老师讲 讲技嘉耶 他直接跟你讲注意耶 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昨天礼拜四收盘是五十八块九 对不起啦 今天 那我还要讲什么 你们看 我礼拜三我是不是跟你讲 注意 我也不用讲太多 我不会无缘无故叫你注意啊 我也没有遮遮掩掩 我也没有盖牌啊 我就直接跟你看技嘉 我想注意啊 为什么今天报纸会写 你这些产业不了解 你怎么会知道说 他第一季获利翻倍 不是翻倍啊 观众朋友们 我让你看仔细一点啊 他跟去年比较是增加175% 这里放大一点 谢谢 单季 盈收 盈收只有增加7.5%而已 是历史的次高 但是最后净利增加了175%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觉得你要去Cale加钱指数吗 我礼拜三跟你讲注意啊 你昨天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注意技嘉 对不对 昨天盘不好啊 跌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如果注意到的话 这叫今天的技嘉 我如果说只有一档的话我太幸运了 那我昨天为什么突然间 我那么久没跟你解台积电 我为什么跟你解这个 你们昨天有看我节目吧 昨天有谁在解台积电 我只是让你唤醒你一个记忆 4月17号那一天 我昨天讲好久台积电了 他留下12块的缺口 为什么 因为那天外资大卖 他们都看错了 4月16号那天台积电外资还卖超 结果4月16号下午法售一开完以后 他们认错去买了台积电买5万多张 为什么台积电值得买 我昨天都把这个理由跟你讲 你们常常觉得 我会无缘无故讲台积电吗 大哥 我有每天解台积电吗 你们观众眼睛都雪亮的啦 我昨天节目还是热的 请先把我拿开 这是不是昨天我写的 你哪个观众朋友没看到 那你还会写什么 你怎么知道啊 今天大家都会讨论台积电要不要到美国设厂 美国他都要不要去啊 一堆人今天去讨论设备的 你讨论设备干嘛 你只要讨论台积电就好了 今天台积电不错啊 涨5块钱啊 大盘今天涨35点了 我又不给你解大盘 你去管的大盘上上下下 何苦来栽呢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 我也知道这几天很难做啊 可是你看我解盘 我跟你讲 我拿这两张其实已经够了啦 我也不用什么解了 这样够精准了吧 我有跟你遮遮掩掩吗 没有啊 那会送你的股票 你基本上有拉回的时候 你敢不敢进那 看你自己的造化呢 这个有送过你吗 我今天要推出强者恒强二啦 我要试试看 你们有没有在看我节目 你们如果看的节目人 电话打的越多了 我会再送你一个 我私人的小礼物 你打来你就知道了 我电视节目我就不讲了 直接写两个字中了 你看看有没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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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再送一次 你看看有没有中 好不好 你们自己看有没有中 我不用讲太多嘛 对不对 这个你电视节目都有在看嘛 你不要说今天才看我节目 那很不公平啊 你看有没有中 你看有没有中 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有没有中嘛 我还要节什么 是不是 今天大盘是涨200点还是涨300点 没有啊 那我送给你的资料 你们觉得喜不喜欢啊 只是我说我先开以后 你敢不敢买而已啊 对啊 先开是86块啊 那今天又创了波段的新高是106啊 这4月14啊 差不多一个月前 今天106 差了20块钱 而且不是只有送一次哦 观众朋友们 我这个人就很铁齿 我又觉得说有好的股票 我可以一送再送啊 我又再送一次啊 对不对 一送完又 好了 你就算那一天看到101块 你有很多 你101块 那又怎么样 对了 我又翻给你看101块 有掉下来 你有掉下来 对啊 有掉下来啊 今天一样 上去 观众朋友们 它如果本身就是一颗钻石 你就不小心埋在沙堆里面 稍微拨开的时候 那阳光一照射它就很闪亮 沙子跟钻石是有差别的 一样啊 那成分讲来念 都是土嘛 都是石头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钻石那么值钱 你那个小石头都不值钱 为什么 还要 还要 那个 那个石头 有时候 你还要好几顿好几顿的 算价钱 那钻石是算柯拉的 那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你收看超越巅峰的节目 叫做逻辑研判 什么叫逻辑研判 常常有人说早知道早知道 我这种早知道 还不够早知道吗 我这种早知道还不够 我们节目一定要弄到说 这样做的很神秘 我跟你讲 我有那个什么线什么线 那个太low了 反正民国几年了 今年民国109年 还跟你讲什么线什么线 真正有本质的节目就是去发掘这股票有没有内涵 你产业分析够不够透彻 你如果研判的 而后报商媒体写出来跟你研判的是一样的 那就中了 你对产业够不够钻研吗 你对于技术分析的了解 对于量价关系你够不够扎实吗 你除了看到这个台表科里 我就问各位嘛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很辛苦嘛 对不对 这我礼拜三跟你讲的 我也没写别的啊 你也没看到K线啊 我也没跟你讲很多啊 我只跟你讲注意而已 那昨天跌的跌的蛮惨的啊 大家跌的鼻青脸肿 你有没有注意到技价 对不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技价 前一天收595嘛 昨天技价小回嘛 对不对 你正常来讲 你看我节目我叫你注意 那昨天回不是刚好 你就进去就好了 可是有个股市大跌哦 不敢买 我昨天花多少时间在解台积电啊 当然我有解红海啊 你们也有在看啊 那是现金直立的问题 但是我昨天重点主要是放在台积电 我就怕你们 就觉得大盘你很怕 我才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解台积电 我常常我不解台积电 我一解它都会长 那你们有没有想到 你如果说你 我这样我跟你讲啊 你要考试前啊 已经标准答案给你了 叫你回去把那答案念一念 第二天考试你照写 那你连答案都给你了 叫你背一下填你都不肯 那我这节目我 你要我说什么 有没有 你们去看礼拜三的VCR 我不用掉VCR出来啊 那今天报纸写出来 头版 技嘉真的比微星要好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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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节目要怎么看 这叫技嘉 这叫微星 谁比较强 谁比较强嘛 我跟你讲的是礼拜三 我叫你注意 今天报纸写的 是不是的确技嘉比微星要好 没错吧 你一家公司 这个这个 这个 税后净利 居然成长175% 不错吧 那你说 你这样不是很轻松吗 是不是 差不多6% 你昨天 你假设 你就用那种最笨的方法 因为礼拜三 图老师跟你讲注意 你昨天最后一盘去买 其实还不止 如果到629的话不止 6%多了 你觉得 看我节目 对各位有没有帮助 那你如果说你本身对指数来讲的话 你是了难于胸 你知道说 为什么昨天台积电要这样子回 回到这缺口这里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 我又跟你讲说 这重要的点在这里 我连几月几号都跟你讲了 4月17号 那一天他总共跳上来 插了12块的缺口 啪啪啪啪 因为那时候 外资都不知道有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前一天还卖 第二天全部买回来 我为什么昨天要跟你讲 你们去想想看 你们这很幸运的一群 每一次这样大盘动弹 动弹不安的时候 我总有办法 很直接的命中 我先看台积电这样讲 每个人都说 对啊对啊 他去哪里设厂设厂设厂 到底去设厂好或坏 盘中节目 问了一大堆分析师 对设备有没有帮助 我心里在想 那你们为什么昨天不讲 是不是 对啊 我今天如果办演讲 我就问你们啊 昨天谁有跟你解台积电的 像我姐姐那么详细 我问 我问你们嘛 你当然会说你台积电 你不会买啊 我为什么 我知道 哈哈哈 对不对 你股票上好像说实话嘛 今天是电视演讲会 有很多人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看我节目 你要有长线的一些想法的话 你就真的啦 我有时候还觉得说上班族 你们比较幸运 你每天都在做股票的 其实你很烧脑 你是不是常常你晚上要看美国牌 半夜要起来尿尿两次 累死了 昨天看美国牌 哦又跌了连跌三天怎么办啊 今天台股会被中错 结果他一收高 哦透懂了 没想到一开高 掉下来心想 腰腰肚子好饿了 哈哈哈哈 怎么会开高走地 然后他又拉上去 何必 你们有更好的选择吗 你收看超越天天空的节目 我请你注意的 你就注意 我又请你来拿资料 你就来拿 我有时候一挡股票 我会让你拿两次 三次都有可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说中就中嘛 对不对 哪有不中的道理 对不对 是不是 我如果觉得 又可以买的时候 我又告诉你嘛 对不对 我电视演讲 我再告诉你嘛 啊再中嘛 啊 那你中了 我还跟你讲带量突破啊 对不对 OK啦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对你有交代 这也不是小股票 成交量两万多张的 一百多块成交两万张 你如果说是小股票 你还合理怀疑 啊我为了增加收视率啊 我请我会员去把它拉到涨停板啊 结果成交二十张 成交一百张 两万多张一百多块股票 各位看官 最近没什么节日啊 但是我觉得啊 来到股市就是这样 我今天为什么有感而发 我有没有讲到你去你去 你买了股票以后 你每一次都要去关新美股的涨获跌 九点十点应该 我会忘了啦 应该是接近十点 美国一开盘 你就稍微看了一下 要睡觉前看一下 涨或跌 有时候年纪大了 钱尿个尿再看 哦又跌了 好担心明天股票又怎样 你何必嘛 技嘉有受到影响吗 台积电有受到影响吗 台表哥说也没有嘛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交给我 我也不做第二人选 你要跟别人拿我 我没有意见 但是会像我这样长期跟你追踪的 股票又没有 有人股票很多 这个涨也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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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当时的百货公司是吗 还是杂货店 哦我不一样 我觉得我做股票就是很精准 我看好的 我有时候会送你两次三次都有可能 那今天电视演讲会真的 你先把这个行情摆一边 我觉得明天 不是明天的下礼拜 有没有强者很强 类似台表哥这个 有耶 我找到了 而且我给他的定义叫做 发发发 发发发 我们就送给手机号码有8的 手机号码8你打来 这样股票直接送给你 我还是一个前提的 你如果有打来的 我会跟你讲目标价的 没有到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走 我再讲一次啊 强者很强上次台表哥嘛 我送了两次啊 强者很强二要退出 倒不是因为说今天礼拜五啊 怕我的电视演讲会太枯燥了 所以尾盘才去拉台表哥掌 你不是 我早就准备好了 就是强者很强 强者很强就是台表哥 台表哥第一个我今天正式推出 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小小的限制 我相信我解盘以前那么久 尤其是电视演讲会 我在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 我就开始准备 我希望 让一些上班族可以参与我们 你平常就去上班 你驾驭的时候打通电话来 你买了你就放着 你也不要去管大盘掌握点 你认真的去工作好不好 其他交给我 目标价没到的时候 你不要乱走 那手机号码有8的 我们就拿发发发这档股票 直接送给手机号码有8的 直接送给你 并且告诉你目标价 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 所以使用行动致富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有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头顾 守护针线 0213366 13366 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鼎业头顾 全心照顾 02 85113366 相信 从鼎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 从鼎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页头顾 超越巅峰 刚刚在广告时段 摄影大哥又抓着我 你怎么礼拜三叫大家注意记家 我见报纸就写他月记很好 你怎么知道 昨天没有半个人解台积电 你解的那么详细 啊台积电今天为什么要去设厂今天大厂 我不要回答 你自己去想 你们或许会问我 对啊 为什么今天台表哥要拉长停摆 我也不想回答 我也不想回答 我只知道说在我自己的行业里面 我要很用功 我来到鼎业 现在六月 下个月就四年 我记得我上节目第一天 我就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 以前的超越巅峰的土敏峰 技术分析当然不在话下 都是跟你讲技术分析 我很少跟你讲基本面 很少跟你讲筹码面 但是经过了好几年的淬炼以后 我四年前再度付出的时候 我说三个我都会跟你讲 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 我曾经讲过的股票而后 发光发热 我就蛮开心的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使命 那今天是礼拜五 以前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都会到全省办演讲 那现在一方面就老了 一方面也是疫情嘛 我就当做说我现在到全省各地去办演讲 我要送你一档股票 它的名字叫台表哥第二 你一定会在现场说是哪一档哪一档 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当然知道 但是我们既然是 视讯演讲会 我怎么把这档股票告诉你 你要拨电话进来 你没有拨电话进来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说为什么你不公开 我说公开我可以跟你讲目标价吗 这违法的 所以麻烦你拨电话 但是一个小小的限制 我希望这档股票叫做发发发 手机号码有八折 这档股票直接送给你 一通电话打来告诉你目标价 我们一起发发发 谢谢周末愉快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